大家好,我是米奇 那相信大家都在社群里没有看到我 但是却没有见过我本人 那在大家的一个强烈要求下呢 我就出来给大家见见了 我就是米奇本奇 今天为大家推出的就是双奶 那双奶的话在去年就开始长如头角 那随着喜茶各大连锁品牌 推出了一系列双奶产品之后呢 顺势成为今年热点产品之一了 那我们也为大家推出了一个双奶粉 那很多人就是买回去之后呢 不知道怎么去使用 那我们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了这个双奶的制作 首先准备好一个这样子的盆 然后呢再把我们准备好的双奶粉倒入到盆里面 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加入到一个牛奶 牛奶的话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个点就是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要去丰富它这个奶香味 所以的话大家一定要选择一个全汁牛奶 不要选择低汁了 因为全汁的话它奶香味才会丰富 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先冷藏 冷藏之后再去打发 接下来的话加入到一个水 那如果是要以酸味为主的话呢 就是直接把奶换成水 那比例就是水跟粉是1比2 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是要以奶香味为主的话呢 就直接是粉跟水跟奶的一个比例就是1比1比1 好那我们要准备多一个盆 然后这个盆的话呢我们就是用来装水跟一个冰的 我们一定要是隔一个冰盆去打发 这样的话才能辅助到我们打发的一个状态 打发之前呢需要再先把它给搅拌均匀 这样的话呢才能避免掉一个颗粒感 那我们用一个打蛋器去打发的话 就直接是用低速去打发 然后是用一档 然后的话因为是奶香的奶香功夫的 我们是加速的一个牛奶 有辅助到一个打发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就直接是用到6分钟就可以了 如果你们是打发一个直接是加了水的一个双奶的话呢 就用8分钟去打发 一样都是一个低速一档去打发 好那这个双奶的话呢 你们可以看到就是打出来的话是 表面是比较细腻的 没有过多的一个泡泡的 那它整体的话也是会比较稠的 就没有说很稀那种很稀的一个双奶 你们可以看到它是会比较偏向于一个像雪糕一样的 那还有的话呢 这个双奶它的一个保存时间是24个小时的 因为乳制品之类的话呢 它的保存时间一般都是在24个小时之内的 然后的话呢 它是一个甜中带有点酸的 就不是说酸度很高的一个双奶来的 所以它去应用到产品里面的话呢 也会比较百搭心 就你去跟一些水果啊 它的一个酸度稍微强一点 或者是甜度稍微高一点的话 去搭配都是可以的 就搭配出来的话口感都是会比较丰富 比较有层次感 到我们的一个双奶产品制作出来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呢 可以到我们的一个公众号或者是社群去留言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